好莱坞动作片巨星布鲁斯威利 经传罹患失语症宣布退出影坛 震惊大票粉丝 也让失语症引起关注 语言区受到损伤 导致我们讲话有问题 那讲话在语言这边 我们神经学通常把它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是理解的部分 一个是构成语言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传导的部分 所以失语症基本上我们分成四大类 除了脑中风 头部受伤脑流都是失语症厚发原因 根据台湾听力学会引用统计 国内患有失语症人口至少6.5万人 而失语症症状又分四类 分别是感知型患者理解能力丧失 无法听懂旁人说话 运动型则是听得懂但无法流利讲话 传统型最特别自己说听都OK 但无法附送一句话 最后全面型就是上述所有能力都丧失 失语症因为以现在来说最常见的还是中风 所以它跟那个中风的耗发年龄差不多 那这要看原因啦 如果是脑流的话 还有如果是退化的话 那年龄都不太一样 大部分都是中高龄 40岁以上开始就有中风的风险 所以就是一样跟保护心血管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避免三高 一般民众容易将失智症 失语症搞混 不过失智是大脑能力全面失能 失语是仅有语言能力失调 一般只要长期做语言复健治疗 就有康复希望 我们就用它保留下来的能力来代偿 它目前受伤的能力 让它有办法继续跟别人沟通 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们有可能刚开始在二到六个月之间 它进步比较明显 但是呢其实他们到一年或是一年以上 都有机会进步 治疗师提醒年纪越轻 康复速度越快 所以一旦发病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 作为亲友也要多点耐心陪伴 让苦闷漫长的复健之路 多点温暖 会比新闻江博伟林家县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